一上一下隨著節奏按壓假人胸膛 為了響應9月14日的世界急救日 台北捷運攜手後生基金會等單位 舉辦閃電CPR挑戰 14號下午在台北捷運6個車站登場 旅客可以利用月台等車的空檔 進行30秒的CPR按壓 透過簡單的互動方式 提升大眾對於急救重要性的公共意識 剛路過的時候就想要再參加 覺得很酷 然後怎麼會在捷運站剛好有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這活動很棒 因為一般要學CPR 要先挖出一天的時間 這種30秒的體驗我覺得 可以讓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下 CPR到底真實是做什麼 比起去年做了一點升級 我們去年有六個CPR站 今年有三個AED的站點 那這AED站點就是讓旅客體驗使用AED 提供它更深入的內容 為了呼應急救的特性 活動特別安排在捷運站月台進行 全程都有專業救護人員現場指導 並且採用可以即時回饋功能的教具 讓民眾可以觀看按壓品質 確保建構正確的CPR認知